大陆五一假期 香港官员包括了特首梁振英 香港政务司等官员都忙着宣传香港政改方案 昨天行政会议成员陈志思到酒楼派发政改宣传单 结果被未喝茶的民众当场反问 如果你太太是中央帮你娶的 你觉得如何呢 这位女士还接着说下去 她认为港府应该要听香港人的意见 而不是只听命中央 泛民主派人士在礼拜天也展开了向假普选说部 以车队巡游的方式宣传反政改方案